大臣的迷茫和困惑 清王朝的掌舵人们在迷雾中寻找前进的方向 每每会感到迷茫和困惑 这里有一个故事 是清政府大臣面临的困惑 184年6月 中国驻日本公使黎树昌给皇帝上了一道竞尘馆建者 请总理衙门转斗 总理衙门碍于战情紧张 中华战争发生观音桥事变 又碍于折中建议有关修火车 派亲王出国考察等事项不宜上吻 人者退回 并为宋达朝廷 李树昌连树昌有敢于 自187今年一月 随公松涛在伦敦赴任以来 清庭前十八年 出杨竹公从未有将中外情形统筹入告证一 他自己奉使东起两样 已于八载 文件所揭 思虑所愁 何人坚默不言二 于是专折竞尘馆建 可见 这篇折子实际上是一个有关西方国家社会政治的考察报告 针对中国社会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 竞尘馆建者表明一个从封闭环境中走向世界的中国人 面对中国和世界事务所做的思考 竞尘馆建者提出了有关感各类症的六条建议 一 水师一级炼大志 二 火车一级早兴霸 三 京师一修至街道 四 公室一优四照见 五 商务一重家保护 六 肚之一与仇出入 所谓水师炼大志 指的是建立海军部 兵炼海军舰队至少百艘 皇位中国海江 所谓火车以及早兴版 是指赶紧修建津津铁路 建成石 卵下心灵一关 是非的狮字不可言 然后明照各省 逐渐放行 折中说 他曾经在西洋木基欧土铁路 其多类似蛛丝瓜路 这些铁路 在1870年胡法战争中 1879年俄土治战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都未听说因为有火车 而发生诱敌深入之事 陷于篇幅 其他几条不再解释 三 这六条建议 是中国最早的外交官提出的 中国现代化计划 无论是半水师 修铁路 至京师 理工师 还是发展工商 统筹渡职 都要求朝廷统一办理 号令全国 半水师 至京师 理工师 只有朝廷才能办 修铁路 要求明照各省 逐渐放行 发展工商 要求经办大员通盘计划 朝廷全力明示扶持 遇筹渡职 要求斥令各省分款合计 预约大纲 会后朝廷处分 班师简明章程 显然 这个建议的真实用意 是要动员朝廷权威 全面推行养武新政 那时候 顽固派反对 一变下 搬出恪守 祖宗成法的招牌 谁也不敢反对 博首派人 使逐大学 说我仁主张 以忠信为甲咒 以礼意为甘露 就是不能学习西方 果如李鸿章所说 修铁路无人敢主持 两公义不能定此大计 四 阳务派的 整军经武活动 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 也看出皆是空言 此事直不可律武 清廷对阳务派的活动 尚在观察之中 并无迹象显示 阳务新政 已成为举国一制的国策 黎树昌正式看到了阳务新政 只是各省之节而为之 图有开断虚名的现实 试图鼓动清廷 改弦更者 全力推行 这是进城管建者的大胆和过人之处 这个建议叫清廷 在1901年 被迫宣布全面推行新政 早了18年 其不被重视 是可以预期的 黎树昌故居在黎树昌看来 轮船 火车 电报 信局 自来水火 电系等公司指设 石屁天地来未有指题 而必亦于民生日用者慎句 虽有慎之 亦莫之能为矣 又使孔子而生金时矣者 其余火车 汽船 电报 机器之术 亦必则善而从矣 其余说 相令孟子居今日而至阳雾 无止并惜人茶会 音乐 舞蹈 而亦不非之 特不重 孝之耳 八 在他看来 纵令孔 孟等圣人在今日 也是要学西法的 这所谓西法 当然包括上下意愿之法 凡是皆有上下意愿商定 国王牵押而行之 君民一体 颇与三代大同 就既然西方的上下意愿之法 与几千年来令人敬仰的中国三代政治有大同之处 难道不应当学习吗 可见 黎树昌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向往的 这个奏折最重要的建议 是在结尾提出的 他建议皇太后 皇上特遣一二亲贵大臣 持赴欧洲义游 经历美国 日本而归 踪揽全球 虚心放插 必有千然之我内政之不足者 臣于以为 莫如纯亲王罪意 如此不特 目前纯亲王辅佐书庭 出使必归至当 即以日皇上心才大正 顾问亦有折中 自强之本质在于是 这是一段很重要的议论 一个很大胆的建议 杨武新政持有统于朝廷 才是自强的本质 祝英公使曾继泽读后曾评论到 修至京师道路 即请春底出扬两层 地怀之已久 而未敢发 台端先我言之 和圣快位 假定朝廷夹彩 说话时见诗形 则中国之父强 可以继日而待 躺在阴寻粉饰 意见分歧 则启人之忧 方位也 时可见 这两个早期外交官 观察欧洲后的意见 是一致的 纯亲王这个故事说明 在中国 清朝政府对于建铁路 办公商之类颇多疑虑 熟悉外形的大臣的建议 不大可能伤打朝廷 这是中国那些想推行现代化计划的大臣们的困惑 这也是中日两国早期散代化起步的根本区别 张海鹏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中国史学会员会长 纪文鲁学社顾问 原文收入张海鹏 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年1月版 编辑胡义舟严红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